那是有兩個很重要的人 高大哥跟余大哥真的是很重要 沒有這個過橋我告訴你 他還是出不來 高大哥你還是推手啦 沒有你們兩個過橋他還是推過來 高大哥跟余大哥其實是 諸葛亮真的算是生命中的這一波的大貴人 因為我們可以說他順勢 因為順勢都出來 也許他之前很想就是付出 可是沒有那個機會 因為沒有報紙去登他 也沒有像高大哥跟余大哥這樣 還有大家這樣千呼萬喚的把它換出來 但是幕後很多細節 是沒有人可以幫他處理的 你只要債主你就沒辦法了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 所以楊董要站出來 其實跟債主宣告說 對 他就不會騎手的意思是說 我不會給你扛內心 不是啦 我幹嘛去 因為你之前我已經不 老實講我可以到現在還可以講說 楊董還是半信半疑諸葛亮 到現在喔 對 你看一樣是諸葛亮出來的 你看他以前的面相跟現在有很大的落差 他怎麼吹去吃冰涼吃到那麼低 我之前跟大家講 牙齒有去美人過 你看他以前 我們說過這個 額頭這邊天庭這邊不要遮起來 所以我之前說過 那個日本幕府將軍跟清朝的人 都把那個替光光 代表天庭飽滿 這個代表一片光明 他以前是遮住的 遮住也就算了 他以前兩頰沒有肉 可能生活習慣睡眠不足 牙齒是吃檳榔抽菸等等的 泛黑泛黃的 新的一個形象出來 有沒有看到 像 你說改變面相有沒有用 有用啊 給他感覺清新亮麗 又充滿著朝氣 充滿巨星的 就像日本的兄弟一樣 對啊 但是以他的八字來看的話 他 我們之前在報紙上有採訪過 他這次可以紅多久 紅到明年的四月 紅到明年的四月 四月以後就要復步為營了 因為他本身是 因為他本身是35年次的天童化路 他重視享受生活品味等等的 但是明年因為是99年天童化季 天童代表習慣休閒 明年的四月五月的時候 可能會有不好的習慣 又固態複蒙 或是固態重現 我是擔心他這個部分 你剛剛講說有四成是命運 可是 你自己要去賭博你怪命運嗎 不是 他這個你賭博是你的人生 是你的行為 可是你會不會在紅 或者在這個行業 這個行業有一種人 他就注定會紅的 你懂不懂 你看著他不見了 他明天海角七號就出來了 海角七號給別人拍不見得紅 但是他會紅人 他就會去拍海角七號 你懂嗎 他就是要有這個命 我們就講 我講明的就講范怡成 他眼看著在這一個 這一個年代裡面的藝人 他是不見了的 對不對 那他為什麼要 這就是他的命 所以我一直講這四分 這是很重要 因為當時就 他比較不紅才有檔期去拍電影 所以 可是有電影拍的人很多 你拍電影不見得會紅 我覺得我補充一下高大哥的意思 因為我覺得這個事情 就像剛剛佳蓁哥講的 他的確是一個界定實力 其實坦白講 在這個 200 就大概六年前 其實我們就曾經拍過諸葛亮 就是我在的電視台 就曾經拍過他 那時候我們拍到的就是 影像不清晰 但是是在嘉義的一個廟 所以不是傳出來他當廟公嗎 就是 就是我們那時候去拍的嘛 所以其實諸葛亮你說 他有沒有新聞點 他絕對有 因為他雖然 他就是因為他已經消失了十幾年嘛 大家就很想知道 他現在在哪裡在做什麼嘛 所以說 當然後來因為藉由這個 被拍到了 借力實力 有人說啦 就是有這樣的說法啦 但是說 可能幕後就是有人 在操作這整件事情 好 諸葛亮被拍到了 那我要怎麼一步一步的 讓諸葛亮付出 而且讓他的這個 所謂的我們講的廣告價值 宣傳價值達到最高 那當然有人講說 楊老闆他可能也參與了這樣 那 可是曾經我們去訪問過楊老闆 他是當著鏡頭喔 他就講說 如果有人可以擺平諸葛亮 那送給他 他其實是 很明顯的 讓你知道說 我不想再管他的事情 我跟看破 這位講 有一個那個 有一個步驟性 前頭就是 高大哥跟余大哥 在做影子的東西 這個東西 大家都還沒有計畫 但是到了 到了那個 廣告出來 廣告準備要找他 在接觸到的時候 那時候才有計畫了 那整個都是操作手法 對 所以這兩階段 所以他願意接那個廣告 就是一個很清楚的一個 一個重返這個演藝圈 一個指標 一開始他不願意對不對 諸葛亮為什麼要跑路 這才是大家回頭要想的 欠錢啊 那對 那欠錢也可以不跑路喔 有規定欠錢要跑路嗎 這就代表他這個欠錢 是有生命危險的喔 你欠錢 滿街都有人欠錢啊 有人一定要躲起來嗎 要躲到山上 不給人家知道嗎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所以他這個欠錢 是有生命危險的 所以這個是意義不同的 所以說他這個欠錢 是已經讓欠他錢的人 堵欠了 做不爽的就對了 你就不要給我出現了 你出現你不就要幫你打就對了 是這種他已經到這個程度 為什麼現在危機解除了嗎 現在的情況 所以說他這裡面 為什麼才會出現一個 說要見楊老闆 楊老闆 因為這裡面有一個 我們大家總是 我們就算看報紙嘛 他欠錢有一個比例嘛 他比例欠的最多的 是楊老闆 是楊老闆 楊老闆是最多的 但是他散戶也很多 對 散戶很多啊 這個就很難追蹤了 可是楊老闆站出來的意思就是說 最大的錢還沒差 你們敢把他打死 不是 楊老闆不用說你把他打死 楊老闆說 大家都很聰明 他打死都沒有 這就不用說了 其實楊老闆 他不見得是楊老闆最大 楊老闆是說 這個錢是我付出去的 我在幫你解決你的債務的 但是你的賭債 甚至超過 個人的賭債都甚至超過這個 我只能現在這樣講這個話而已 你不見了啊 對 你要交代嘛 所以他才 所以好 那你欠錢又不交代 所以你要閉起來 所以他今天 所以他今天這個被拍到 他被拍到的時候 大家想到只是說 偶練不去吃啊 不是這樣 他被拍到以後 他的下一步驟是什麼你知道嗎 跑 兒子要轉學 這個問題才嚴重了 所以那個時候他很痛苦 所以他真正被拍到的時候是 恐恐 痛苦中的痛苦 他是很痛苦 對 那怎麼解套呢 因為你們的勸 他沒有解套 所以他 為什麼他寫一封信 寫一封信給我 他寫那封信的時候就是 他覺得他台北沒有希望 他其實是想說 要找一筆錢 可是 整個市場上 都找不到這樣的人 因為太多了嘛 對 那一筆錢 那一筆錢大概多少 對 這個錢其實眾說紛紜 兩億多也有人講嘛 但是也有人講到說 不可能到這麼多啦 而且 還有一個論點是說 也是值得討論 因為 你如果真的欠錢 對不對 他要找你 他真的叫你 難找 對 所以說 找到他也是不好啦 找不到錢啦 對不對 要不到錢啦 那所以就是反正 我就等你付出嘛 你有一天付出了 我總是要得到錢 那我想問了 欸 躲十年了 這十年怎麼生活 我